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俄罗斯发射防空导弹 AT图片 俄罗斯向中国交付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货船 在途中遭遇强风暴 部分设备受损 最后被迫返航回到了俄罗斯 俄罗斯同印度的采购S400谈判破裂 据俄罗斯RBK电视台在1月20日报道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 发言人沃罗、比云瓦 在19日对外透露 俄罗斯已经开始向中国交付S400防空导弹系统 但向中国运送这批S400防空导弹系统时 货船遭遇了意外 被迫返航撤回俄罗斯 俄罗比云瓦透露说 LDQUO在旅行向中国出口S400导弹系统合同框架下 12月底一艘货船运载辅助性设备是黎乌斯奇卢加港 但在通过英吉利海峡时遭遇强风暴 船上运载的防空导弹系统部分设备受损 Ertco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0日对外报道说 俄罗目前正在对防空导弹系统设备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在评估结束之后 未受损的设备仍将由该船越往中国 因受损不足的设备随后再补发 俄罗斯技术级团总经理切梅佐夫 在去年12月增对媒体透露称 计划LDQUO与近期而推向中国发运S400防空导弹系统 但现在看来交付工作并不顺利 另据报道被认为是极注重国多年求责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广告效应 俄罗斯也一直在向印度、土耳其等国积极推销S400 但近日有消息传出,俄因间就此问题的谈判破裂 据美国特防务新闻Echo杂志 1月24日引述印度国防部高级官员消息报道 由于双方在价格、训练、技术转让等方面的立场相差太远 因俄S400导弹交易相关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据印度官员透露 俄罗斯出售五套S400系统 要出高价55亿美元 而在2015年12月 因俄签署一项协议时 印度国防部采购委员会批准的购买 五套S400系统的价格为45亿美元 价格暴涨10亿 令印方无法接受 此外 俄方还列出了非常高昂的训练费用 并拒绝关于三种导弹的任何技术转让 俄方还拒绝提供零件和服务打包等等 都导致印俄间谈判破裂 不过 俄罗斯方面对S400的销售 仍然信息满满 正在越南访问的俄罗斯国防部 长绍一谷在1月23日同越南军方讨论 向越南提供先进武器的问题师透露 说LDQUO包括中东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都有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一项RD